那个刚才说的啊 这个教大家接发球 大家是不是碰到这种 这个发球不知道上下旋 只能是靠自己想 我想着是上旋 他就是上旋 我想着是下旋 我就当成下旋接 大家说是不是 就是我没有办法 就是对手发过来 我临时应变 我来不及 包括长短 我都来不及 是不是全是这种情况 我对 都是猜 大部分人都是这种情况 那我今天教大家 怎么不去猜 能够盯住 我还是教大家这种 训练训练方法 长短 我第一个先教大家长短 先不判断旋转 大家长短接不好的 是不是想起来 这个盯长的 我就只能盯长的 对手发短的 我接不了 大家是不是 发长的 我还是拉手 我盯短的 长的接不了 我只能搓 靠蒙 靠蒙的多 大部分都靠蒙 大家说对不对 我教大家怎么训练 教大家训练的方法 好不好 第一种 第一种训练方法 我们只需要 先练一个球 就是大家不要 这个泛泛的去练 什么 随便练 拿球就发 拿球就发 随便练 没有效果 大家先练短球 所有的短球 我们就一种方式 我把它当短球 怎么接不重要 我是搓 我是挑 我们就练 这一种球的训练方式 大家可以尝试一下 一节课你们就会了 一节课就会了 一节课就会了 一节课你们只要会练 包括我们成人班也会教 一节课就会了 感谢 感谢同学的人气 第一种 我们就按照这个短球的方式 接短球 随便 不管你怎么接 接十个短球 我们可以试一下 接完十个短球 我们再接十个长球 就是我指定长球 它发吧 我是拖也好 我是拉也好 大家基本上是这种基础 我就轻拉一本 或者我拖起来 我们练的是一个意识 我们再练十个球 是不是可以 就再练十个球 两个都练完了 我们才能说 有意识了 我们才能混着练 一个短 先练一个短 再练一个长 一个短 一个长 一个短 一个长 一个短 一个长 你再练十分钟 长短再配合起来 你们一下就会了 对 我先给大家做几个示范 大家可以看一看 得得青龙 先给大家抽 今天中奖的嘉宾 就是第一块 得得青龙的球友 对 来 那个长短随便发 我发 大家看啊 长短随便发 我先盯长球 我学大家啊 长短随便 长短随便发 我发前哪拨 你就发反手就行 发反手 发反手 看大家盯长球 没问题 长短随便发吗 你别全长了 我先教大家意识 就是大家指挥 这一种意识 我想到了接长球 我就只能往后退 按照长球的方式 他发出短球就崩溃了 大家是不是都这样 你再试试发短球 你再发三个短球 再发一个长球 你看大家像不像大家 不盯长球 我们就把注意力 全在短球 再发长球 全在这了 就是我们只能盯一种球 这是大家普遍存在的问题 只能盯一种球 大家说是不是 对 是不是只能盯一种球 我想到了拧拉 有一点基础的 我想到了拧拉 我所有的球 我都要拧拉 不管你发的常识 对 很多叶玉球是这样 我就想着 这球 我跟伯格学了拧拉 我必须要拉他 发长球 谁我都要拧拉 我还拧拉 就是想到的球 我只能按照这个去做 我没有别的 发长球 也就是你 看到吗 说的太对了 大家练的都是单向技术 但没有混合起来练 所以这个导致什么 你去练都挺好 但一打发想 混起来 一打比赛 啥都没了 你知道吧 这个大家都存在这个问题 我们成人班 大部分也存在这样的问题 好不好 所以像这种 应该怎么训练 混着练 我把一个技术练扎实了 假如我盯长球 我盯长球盯的不好 OK 来发两个 我就站住了 我就站住了 我把这一个球练扎实了 大家看 我就这么练十分钟 你跟你的对手都可以互练 水平差不多的也没问题 OK 有意识了 来 再练短球 我再练十个短球 我拧拉也好 我是摆短也好 我是怎么接都可以 成人班在 那个周山 联系客服 周山 在周山 我怎么练都可以 大家说是不是 4980 就是短球 我们就再练十分钟短球 如果都会了 那我们怎么练 我们就让对手给你发 来 一个长一个短 一个短 短球我接完了 我盯长球 一个长球 我再盯一个短球 我再盯一个长球 再练十分钟 大家脑子里的意识 就已经出来了 知道吧 你长短配合着练 你脑子里的意识 慢慢的就已经出来了 这个东西熟能生巧 让你们一下改变 告诉你这种方式 你们做不到 那怎么练 先练定点 再练混合起来 到最后 再练十分钟 你有意识的 长短随便发 短的我就戳 我都就是很过度的 接过去就可以 只要不吃发球 长的我过去 短的我就戳 长的我就拉 短的我就戳 短的我就戳 哪怕质量低一点 速度慢一点 旋转弱一点 只要这么练 你们慢慢的 全都能进步 一节课就能解决 我不是跟你们 但是这个 这个吹 真的一节课就能解决 按照这种方式去训练 你们真的能解决 不是说一个单箱技术 练得多好 其实没用 你看有的人拉球也挺冲 但是一打起比赛 来冲不出来 为什么 它是不同落点 不同长短 混合起来的这种 这才叫发想 这才叫比赛 不是说站在这 我拉得好就好 这个棚好像买过我们板 这个这样 是不是 这棚买过我们板 我记得给你粘过 棚给你粘过 点一波关注 免费的关注 大家点拨关注 买板的 现在我名字 我都能记起来 因为每一块 都给他亲自去 点拨关注 大家点拨关注 买板的 我们真的能记起来 我现在给大家粘 能记住 感谢感谢 我说的对不对 大家说 对 是不是这么个道理 你看啊 这个长短 大家这么练 包括正筹也是一样 我们这个长短配合好了 我们都接熟了 可以让他配合一点拳台 稍微配合一点拳台 我们再来接 对不对 那你们又上升了一个档次 没错 如果 如果这个 这一点解决了 你们 你们接这个 判断球的方式 我教你们怎么处理 还是这个关系 下选 上选 有时候一发 蒙了 你碰到发球好的 发个下选 你下网 发个上选 你半高 你全都按照一种方式去接 你也不考虑它 是 那上下选 包括这种侧拳 应该怎么接 接不好 大家摘开链 一个一个链 然后再往里组合 往里套 我说的能明白吧 我们刚刚开始 刚刚 伯格刚刚开始 教 大家一定要 一定要就是 不要走开 大家刚刚开 开播 对吧 对 下选接不好 我们先接下选 保证不下网 全部接上选 上选 上选接不好 发上选 我们就推挑 或者拧拉 我怎么接都可以 先给他接上台 然后一个下选 一个上选 一个下选 一个上选 最后混合起来练 对 真的是很简单 很简单 熟能生巧这个东西 但是大家一定要有方法 就是按照 按照我说的这种方法 全部拧拉 没有问题 你得有一定的基础 一定要有基础的 对 不是说刚才就是 不是谁都能拧呢 说实话 就是这一种方式 我说完我也不知道该怎么教了 但是这种方式 我说的明明白白 清清楚楚 大家只需要按照我这种方式去做 你们就能进步 你让我拆开了 一个一个给你讲那么多 其实我觉得没有必要 讲的简单 干净 大家就能会 对 是不是 对教完了 现在 现在就是这么快 对 没东西了 如果说大家 如果说能听懂 那大家可以扣不一 就是当你 一个是教大家如何预计 再一个是训练的方法 再一个训练的方法 好不好 能听懂 来吧 再一个 我临时想到一个东西 大家很需要的 很需要 这我临时想到的 很需要 就是 就是我们成人班碰到的 这些球友 普遍啊 失误一个 他不想 你懂吗 不想 就是我丢一个 我第二个还这么拉 哎呀 哎呀我又下网 哎呀我又下网 我连着拉了十个下网 对 那为什么大家还要这么去拉呢 有没有在直播间你们 是不是你们 你们打开 就不要不承认啊 是不是你们 我一拉拉一个月下网 那为什么我还要下网呢 是不是你们 有没有 是 说实话 也就是大家不疼不痒 对 你知道吧 训练需要什么 需要逼自己 就是大家如果想进步的话 如果你不想 不想打球的话 就是无所谓 你玩的话 你拉不拉丢 其实不重要 大家如果真的想上台 想有一个好的技术 那大家按照我这个方式去练